大学教授声援反服务脑抗争 甚至把学生拉到了立法院的周边去上课 但是有台北市立大学的学生家长向平面媒体投诉 孩子因为不愿意到立法院上课 被教授威胁要寄旷课 而对此教育部次长陈德华表示 教授绝不能强迫学生到立法院去上课 不愿意的非但不能寄旷课 还要帮他们补课才行 而引发争议的台北市立大学校长 紧急的澄清强调老师并没有强迫学生到立法院去上课 老师带着学生顶着太阳户外上课 立院外头处处可见支持反服务的老师开启教室外的民主课 不过现在传出有家长向平面媒体投诉 表示28号台北市立大学教授要求学生到立院上课 还说如果不去就是旷课 不好啊因为就是民主的社会啊 消息传回立院参与反服务的学生认为 教授应该尊重不同声音 教育部更是态度强硬 表示老师不能强迫学生 不但不能寄旷课 事后还要帮学生补课 引发争议 台北市立大学校方紧急辟谣 查证的结果 到目前是各系的反应都是没有学生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老师寄旷课这样的一个情形 绝对不会让学生委屈 我没有听说我们学校发生过这样的事 如果不想去的话应该是可以不要去 这是人生自由的问题 校方澄清的确有家长担心学生受教权 致电来电 但都只是关心 并非投诉教授要求去立院上课 另外还传出新北市某大学 有教授有意把学生带到立院上课 还要求系学会配合 遭聚 进而质疑系学会为何没有召集人马到立院关心 不过平面媒体求证 该系主任表示是学生之间正反意见的拉扯 没有教授介入 太阳花学运进入第12天 不少教授直接在立院授课 教授与学生互有立场 也看见服贸议题正反意见在校园拉扯 记者沈金阿布斯台北采访报道